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里面 他住在温州街 温州街他把一个房子空出来 让我住 那方便 很方便 而且很多可以学习的时间 因为下了课 回来就看书 但是这个 我进入中学的那种情况又出来了 就心情就觉得不怎么开朗 因为你没有跟同学互动 而且住在这个 长辈家里面 总是有拘束 有压感 所以心情就是没有办法开朗 所以大一 我就觉得大一书念的普通 所以累得并不是很好 还好我大二就搬到宿舍了 搬到第七宿舍 更重要的就是 我搬去跟莫中间同学住在一起 我们两个从中学就一起学习 那他跟别人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和 大家很高兴我可以去住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呢 就跟这个同学的机会就增加了 我记得我们这个第七宿舍 好像做六个人八个人 除了这个莫中间同学以外 还有一个是医学系的什么武隆厚 还有这个机械系的 我们后来他后来有一个徐家民 后来也当了这个某个学校的 私立学校大学的校长 还有地职系的 所以进到这个宿舍以后呢 我心情又开始这个了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功课又变好了 功课就开始了拿书就讲了 这个也是所以很多这个因素 会影响一个人的学习 在大一大呢就有很多 其实台大很多社团 不过我比较不是那么活跃的人 所以我没有参加很多社团 不过到莫中间同学呢 到约我呢参加这个罗虎同军社 而罗虎同军社呢 这个是我们觉得这个 我们做这个还蛮适合的 我记得罗虎同军社 还要经过考试才能够进去 我们那时候考试是在 现在阳明山 第二停车场那边 以前那个没有那么热闹 以前第二停车场 也没有那么好的停车场 所以在那边山上 那就是晚上这个 他要帮你考试 就是你在往山药那边 升这个引我 一个人负责 你这边考试你要负责这堆引火 你一直要维持燃烧 烧到明天没有洗 你才能够日会 才能成功 我胆子其实不大 但是那时候没有办法 你没有柴了 还是蛮有趣的 我记得后来 有一次罗虎同军社要选派代表去日本参加什么亚洲大会 亚洲大会 他推荐我 他推荐我去参加 推荐我去比赛 不 国内比赛的时候 国内各大学比赛的时候 我被推荐参与比赛 我大概就是像这个罗盘的测量 生活 其他我都都不错 我就是主换比较差 换好像没有主食的样子 不过我还是考上第一名 所以就是要代表台湾去日本参加大会跟比赛 不过那时候老实讲 那时候环境不好 你想想还要 自己要花钱买机票去日本 所以我后来就想我不要去花这些钱 我就放弃了 我就放弃了 我后来就没有去了 大概我主要参加的是这个 叫做罗虎通知社 另外我还要参加一个建道社 建道社是因为是到医学系以后 那个医学系很多医学的前辈都学建道 所以他们那个 老前辈的医师就会来学校教 教这个建道 所以我也学过建道社也做过一阵子 那大一大几乎都在这个 校总区上课吗 那个我们考进去的不是医学系 叫做医科 所以第一二年叫做医育科 那就是上共同科部中文英文维基分 那个三民主义以外 就是动物植物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等等 那这个是大一大几乎没有课是在医学院上的 到了大三大四就是回医学院了 那前两年第三年第四年是基础医学 就是解剖 这个药理 生化 还有病理等等 生理等等 那这两年的基础医学我想是相当重要的 我的印象里面 那时候的台大的那个基础医学老师阵容很强 很强的那个有名的教授是相当的多 那比如说这个解剖学说 大家都知道蔡熙龟 林怀山还有很多 那生化你说有从董大成 林国防 黄伯超那时候 还有药理像这个李振元什么欧阳教授 什么张传琼教授 还生理彭明冲教授 什么黄华石教授等等 那这里面大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一个是药理的李振元教授 李振元教授可以说 我后来在台大发展一个很重要的贵人 李振元教授对学生是蛮严格的 他的药理是蛮不好念的 但是我在念他的药理念得不错 所以他对我印象还好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有他就蛮关心我 很多事情必要的时候他就会帮我一手 所以这个是李振元教授 他后来当医学院长 我可能后来会谈到就是我后来 从日本药会来回不来 就是他帮我一手 那另一位黄华石教授是我的导师 所以每一年我们都会到他家里面 大家聚会什么 他也给我们很多 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那个性也很好 给我们很多做人道理的指教 所以这个是大三大四就是基础医学 到五年级六年级就进入临床了 内科外科 父产哥小孩喝这些临床科 那除了上课以外呢 还要到病房去实习 所以当然有人说 英文叫做clack 其实应该叫做实习生 实习生 实习生 实习生就比较轻松一点 实习生就比较轻松一点 因为念的是临床 临床就比较轻松 而且有一部分时间是在病房的 那到了第七年级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实习医师 intern 就很多电影演这个实习医生 其实就是讲intern 那intern呢 其实是学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因为你虽然还没有制造 所以不能处方 但是你已经可以接触病人 所以这期间的学习完全看你自己 那因为我个人是做事勤快 待病人也亲切 所以第一个 上面的指导老师相信你 他很多病人就让你去处理了 第一线就让你处理 有问题你再来问他 第二个 病人也相信你 他觉得这个医生很关心我们 我们有什么事情找到他都会实习 所以这个是这个intern这一年 算是我学到很多东西的一个时间了 当然我常常讲到一个故事就是 intern那一年 我后来也写在有一本书叫做老祖母的眼泪 老祖母的眼泪 就在我行李的过程里面 第一次碰到做医生那样无力感的 这故事是怎么样呢 是有一天我在急诊处值班的时候 有一个中年妇女自杀 自杀 就到急诊处来 我们给她治疗 给她打点滴 然后她自杀的原因是因为她的先生 事业失败自杀了 她认为先生走了 她一个人怎么照顾这个家庭呢 所以她还想她也不如她也一走了走 结果那天我看呢 照顾这个病人中年妇人的 是一个七八十岁的阿嬷 阿嬷就是还带着两个 一个抱着 还有一个在旁边的 两个孙子都很小 两个孙子都很小 当然我当实习医生的 我们每个一段时间就要来看看她 就要帮她量血 看看情况有没有稳定 因为她有吃自杀的药 我们一定要随时去看她护原的情况 这个一直到深夜 到深夜 这个阿嬷 我看这个阿嬷身体也不怎么好 老实讲一般时候 可能都需要人家扶着她 但是这个时候她变成家庭的支柱 她媳妇躺在那边 在身边的一个是抱着小孩子 一个只是旁边也没有几岁的小孩子 那小孩子不懂 到半夜的时候 因为你一直在急诊处 小孩子怎么待得住 肚子饿了嘛 肚子饿了 就开始吵闹了 开始吵闹 那我们也觉得 在那个时候也不能说不能吵 问题是这个阿嬷 看着这个阿嬷很难够 但阿嬷就说 乖孙啊乖孙啊 不要吵啊 我看她讲到这个不要吵 不要吵 她自己那阿嬷眼泪都掉下来了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个阿嬷眼泪掉下来了 我自己也控制不住了 所以我那时候抱着血压剂呢 冲到值班师去了 就躲在那边不敢出来 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一幕啊 觉得啊 医生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啦 这个社会上很多事情 不是说你医生就能够解决 你既然把他救起来 后面还是有很多问题啦 所以让我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呢 写出来 我现在想到那个阿嬷的情况 还是有点受不了 这个是我当时的医生呢 大概 最打击的一个事件啊 校长 接下来请您分享 您在南侃的桃园空军基地医院 扶预备军官役 担任医官时 为这家新成立的医院从无到有 创建外科开刀房的经历 我们知道要成为一个组织医师 是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养成经历 不知跟您后来决定出国留学 是否有所关联 另外也请您谈谈 与夫人认识结婚的过程 以及夫人对您这一生的影响 与帮助 台大医学系毕业以后 在当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是当兵 那一兵一彎一役的 其实我算是很幸运 那时候要抽圈 要抽圈 我抽到的是桃园空军基地医院 那这算是大家都很羡慕的 第二因为到空军基地医院 那个一个全新的基地医院 那在这个南侃那边 在南侃那边 那这个医院是新的 刚盖好的 有些科根本还没有医师 我去的时候 我本来就想要当外科嘛 我去 那是我第一个去当外科 那时候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就跟那个副理长 还有那个卫生兵 他们不是副理师 有很多卫生兵 我就说我们既然要开科 你不能总要开刀 他有开刀啊 设备都有啊 但是就是没有开始 没有开始 就是我们找这个副理长 这个卫生兵的 就从买沙布 从折沙布开始 然后准备仪器 一直都把这个建立起来 可以开门子也可以开刀了 所以那时候我从台大的这个 毕业实习医师之间 在当实习医师之间 当然开过一些简单的刀了 但军队里面当然也大概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刀 但我是很把握重视那个机会 所以我每次开刀呢 我都会去好好去做研究 然后开刀的时候我就很细心 所以在军中里面 这个比如说 当然阿兵哥很多都是包皮 扇器 盲腸炎 这些东西 那开的都还算顺利 那开了以后 我后来慢慢地在附近就有名起来了 因为要找到好的外科医师不多 所以后来我连副展哥都看了 眷村里面很多人来找我 节眨 肿瘤 什么都找我 所以在那一年 第一个我跟军中 跟眷村的人都建立很好的关系 我自己也学到很多 也学到很多 所以那一段的历练 让我对外科更有信心 我本来就想要学外科 从那时候觉得我真本就适合 还是适合外科 所以等到要我离开的时候 那时候那些好多眷村的人 都很依依不舍 很难得我们有这样的医师 来在这里 我们现在就要跑掉了 所以那时候也觉得很不舍 很不舍 但是总是一个阶段 所以后来就申请台大 那从台大的这个住院医师开始 那一直到这个 我们是住院医师 三年住院医师 然后一年总住院医师 住院医师大概都没有问题 总住院医师是要票选的 那你住院医师里面好了 票选 胸腔一个 什么一般外科 我们一般外科有两个 神经外科一个 骨科一个这样的 那我是选上这个一般外科了 所以我是一般外科 训练主要是一般外科训练 那当时就是台大的制度 你总住院医师 当然都还是政治主缺 住院医师总是 总住院医师做完 就是要等主治医师 当时主治医师的缺失有限的 通常你必须要等 所以总治医师以后呢 你就是变成兼任主治医师 兼任主治医师 是没有待遇的 只有车马费一个月六百块 一个月六百块 那你就不能生活 所以你就是自己要去外面找兼差 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几个医师 就到高雄菜外科 或其他医院去兼差 维持生活 但是兼任主治医师 还是要尽量上班 因为你还要等 有机会要升主治医师 所以你还是要有表现才可以 所以有时候我们接见主治医师 比专任主治医师还认真 我们还比较常常在实验室 常常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通常从总治医院医师以后 要等四年才能够 升上这个主治医师 是否有什么主治医师 聚用做到那些实验中 还有那种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